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万 你儿子的赎金就只有一百万吗 沈岸 说什么呢你 什么赎金呢 没错 我就是被你眼前的这个女人绑架了 要想把我救出来 最少要拿整个沈氏集团来还 沈岸 我不允许你拿沈家三代的心血开此玩笑 哪怕是成一实之派也不可以 别吵了 这根本就是个误会 我们大家心平气和地把事情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整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其实那天晚上 孟初夏 都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说那些了 沈岸 你那么聪明 怎么就看不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呢 她那么穷 那么需要钱 一百万放在她面前 她无动于衷 也许表示她品格高尚 可是她又迫不及待地跟你告状 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想过命 儿子 妈咪真是为你好 这女人根本就不配你 这些年来拜你所赐 我没再谈过感情 直到听你说什么只要我喜欢 你都不干涉 我以为你真的后悔了反思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个样子 看来当年的事情你并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错 原本我还有点不确定 谢谢你帮我拿定了主意 听着 以后莫初夏 她就是我的女人 你不要再打扰她的生活 沈岸 易雪 神经病 神经病 万一 也不 让她一般 儿子 篇 蛋 可怕 严格 那我来でしょう 我看你别叫沈安 叫神经德了 还有我告诉你 我吻过的人 多了去了 那也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地吻我 拜托啊 你拉几个路人问一问 我亲了你 他们觉得是谁吃了会谁账你 沈安 就算一个人是要靠接吻赚钱的 也不代表你可以在不经过别人的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去吻他 这叫基本尊重 而是我并不傻 什么结婚什么你的女人 全部都是在利用我去气你的母亲对不对 沈总 您几岁了 拜托你别再这么幼稚下去了行不行 太好了 希望我们两家公司以后合作成功 还真这么客气 我以前就说过 一定会在你的业绩表上锦上添花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给我开后门了 没有 其实我把你介绍给我们项目经理之后 就没怎么过问了 他们工作起来可是一丝不苟 你可以打动他们绝对是真的是 走 那当然了 我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我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菲菲啊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认识初夏了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身上的优良品质 他可是一点都没学到 我就常常在想 如果他再这样下去 还有没有男人会要他 不过呢 咱们真的都得多多理解他 你想想看 他在感情观 刚刚形成的少女时期 就目睹了姐姐的爱情 本身对于感情 心里就有那种畏惧 可是后来 又担当起扶养目向的责任 其实有挺多条件不错的男生 但是一听到他这个条件 转不住 在他的感情世界里 慢慢的慢慢的 就变得了那种 极度的被动 他常常说 爱情离他远的要命 只要找一个 好好陪他过日子的男人就好 其实啊 他是在骨子里对爱情的自卑 简单的说吧 他只是概念上 觉得自己以后 必定要结婚 给父母一个交代 可是 心里却不认为 还能谈一场像样的爱情 像初夏这种女人 男人如果被动 他就会越来越退缩 永远都打不开自己的那扇心 巧哦 我好像跟泰地学长 用了同样的比喻 泰地学长上次也说 总是要自己默默的 守住自己的目标阵地 等待对方 打开自己的心目 听回一句 如果 如果你的目标是出现 那么对待这种女孩 你的战略恐怕需要改一下了 好 其实你真不用特意抽时间过来陪我买菜了 没事 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情 再说这半年来 但是 终于和梦想熟悉了一些 当然也抓住每次机会 你说你干嘛 费这么大心思 在一个孩子身上呢 因为 他是你的儿子 像初夏这种女人 男人如果被动 他就会越来越退缩 永远都打不开自己的那身心 初夏 初夏 怎么了 你明天是不是想要带着梦想 一起回去看父母 我陪你们一起回去吧 一 一起回去 我觉得我应该去拜见一下你的父母 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 也没关系 好啊 去看看吧 真的 嗯